中国一家报纸时评栏目开天窗引开册,浙江前江晚报26日的时评各论版净空了一大块舆论猜测,不知这块天窗是因为抗疫检查,想让读者知道真相还是另有深意广告,在中国开天窗一直被视为感言报社对抗中共官方新闻检查的手段。 有媒体发现11月26日浙江前江晚报的时评各论最上面板块,竟然空出一大块引起舆论猜测。 有一种说法,认为报社在无法收回违规内容的情况下,未配合检查将电子档上的违禁文章直接拿掉变成被开天窗。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报社为了抗疫检查,又想让读者知道真相,会故意在版面上留下空靴。 到底这块天窗,想让读者知道什么真相呢? 目前尚不明确在此之前前江晚报,时评各论板块于10月8日刊发,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韵迎新致辞节。 选文本道义担当不能成为稀缺资源,其中删掉了公共知识分子。 The Public Intellectual被严重污名化我们有必要为这个概念正本清源等,被认为敏感的语句。 目前,该报网络版上,该文,已被全文删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空白版面。 11月26日浙江前江外报的时评,各论罪上面板块竟然空出一大,快引起舆论猜测。 网络截图赵思韵教授10月份受到该学院党委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校方给出的理由是存在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在开学典礼致辞中有个别不当用于校方,还指控赵思韵教授,几年前曾转发和发表错误言论问题。 造成负面影响等中共党媒人民网也承认在中国报纸开天窗的政治意涵。 往往被解读为他预示政治,上将出现万马席音的可悲局面。 统治当局正在堵人民的口,使人民不能利用报纸,这个大众传播媒体正常的表态说话了。 而这种移开天窗抗议、新闻检查的功能在中共之下的中国报业频频发生。 前江外报、都市快报等报纸电子版2009年4月也曾因为被中宣布要求删除一篇,涉及某市公安局长4.00多万别墅大火的报道相关版面集体被开天窗,也就是集体删除报纸上已经刊登的稿件。 2011年7月,温州列车追撞惨案发生后的第七天,中共下令媒体不再做任何报道百家媒体不顾当局禁令不约儿童悼念死难者有报章头版,直接以开天窗方式表达纪念,并对官方表示抗议。